宮廟裡面一名男子常會不起 怎麼勸都沒用 旁邊借戶的園警 只好出手將人脫離 當下一度拉拉扯扯 場面混亂 男子不願意離開 也不願意配合 被好幾名園警給嫁走 那麼這是今天 台中萬和宮老二媽要到西屯 省親肉境 每三年才會一次的 這個過程當中呢 卻爆發了拉扯的插曲 當時這一名良姓信仲呢 在這個起家大典前 趴櫃在媽祖神像前面 因為工作人員是怕他影響到動線 可是多次勸說一點用都沒有 當下有五六名輕撞園警呢 怎麼搬都搬不動 多人合力拖行 在混亂中 這個良姓男子呢 還雙手死命抓住旁邊的這個梁柱 那麼在拉扯過程中 旁邊的園警 還被他手上的這個立香給灼傷了 恐影響參拜動線 發生踩踏意外 不將良男帶離現場 過程中良男情緒激動 那麼後來才知道原來良姓民眾是媽祖信徒 特別到萬和公來參拜 那麼事後因為他情緒激動 經過了園警的勸說 好不容易他心情才慢慢平穩下來 不過後來他得知 原來他手上的立香 也不小心在拉扯過程中 把園警給燙傷了 頻頻道歉